美国众议院通过的这个法案 让美国站在了公平竞争原则 和国际经贸规则的对立面 如果所谓国家安全的理由 可以用来任意打压别国的优秀企业 那就毫无公平正义可言 看到别人的好东西 就要想方设法据为己有 这完全是强盗逻辑 美方对TikTok事件的处理 将让世界更加清楚地看到 美国所谓的规则秩序 究竟是有利于世界 还是只服务于美国自身